哈喽我是虛妮 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 即使从今天呢总共有五点的优惠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呢要来跟你们分享是将来银行六月所推出来的活动 接着是要来跟你们分享花旗现金回馈plus财金卡 首刷以赠送五千元的电子礼券 紧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赵峰银行的信用卡 绑定Apple Pay消费可以享有10%的现金回馈 接着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台湾银行数位账户下半年活储公告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讲解富邦J卡在下半年最新的回馈公告 以下内容由本支影片干爹将来银行赞助播出 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又有一家全新的银行看到我了 那其实将来银行如果说你有在看我的影片应该对他一点都不陌生 那今天就要来跟你们分享将来银行在6月所推出来的优惠活动 目前是关到今年的8月31号 首先呢在活出利率的部分 你现在6万块以下可以享有3% 超过6万到30万之间则是可以享有1.25% 而超过30万的部分呢则是可以享有1%的活出利率无上限 这个优惠是属于里面看一定条件 你已经要存钱了都可以享有 而他是阶梯制的利率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存款是30万的话呢 前面利率的优惠通通都是可以拿到的 将来银行每个月可以享有跨转66次 以及跨提6次的免手续费优惠 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他降降卡的刷卡回馈啦 一般通路可以享有5%的回馈 其中将把4%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200N点 所以你最后可以消费到5000块 那操作的部分则是通通以1%回馈无上限作为计算 这一张签帐金融卡一样是里面看 零条件你只要在一般通路上面消费 都是可以享有5%的点数回馈 所以将来银行其实对于小资组以及资金大货啊 都是非常友善的 接着如果说你今天利用将来银行扣脚水电 以及中华电线的话最高则是可以享有10%的回馈 这个活动目前是功效到今年的10月31号 那每个人每个月啊最高的回馈上限是50N点 所以最多可以缴纳500元的费用 而活动总上限每个人是200N点 所以最多可以缴纳到2000块的费用 如果说你今天本来就是中华电信用货的话 我个人认为将来银行的回馈啊其实算是非常不错 那如果说你今天把他跟降降卡的回馈整合起来的话呢 他不管是在缴费或者在一般消费上面 都可以享有非常亮眼的回馈哦 如果说你还没申办过将来银行的话 透过临线申办就可以享有200N点的开户礼哦 将来银行的优惠在下半年绝对是一个不容小觑的存在哦 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花旗现金回馈 plus太金卡所推出来的手刷礼活动 目前是功效到今年的6月30号 你今天呢只要是新户透过临线申办 在合卡30天内累积消费达到12000块的话呢 就可以享有手刷礼四选一的优惠 分别是菲利浦的气炸锅以及Oster的气炸烤箱 还有呢菲利浦的研磨咖啡剂 以及呢之前大家非常喜欢的一瑞5000元电子商品券 一瑞5000元电子商品券啊其实真的算是非常稀有 之前刷到15000的时候其实也只有提供到4500的礼券而已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在等待一档CP值蛮高的手刷礼的话 其实一瑞5000元真的算是不容小觑 你今天利用这张信用卡缴保费或者是利用PXP除职 一样也都可以拿来解锁这个手刷礼的活动 这张信用卡目前是功效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在一般消费可以想要2%的现金红利 每年的回馈上下是6万元 所以说可以消费到300万 那你今天啊就算连缴保费或者是PXP 一样也都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如果说你今天去微秀影城看电影的话平日可以想要6折在假日 只是可以想要85折的优惠 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兆凤银行绑定Apple Pay所推出来的活动 目前是从今年的6月27号一路到8月31号 你今天早就利用兆凤银行信用卡绑定Apple Pay消费 都可以想要5%的现金回馈 总活动上限是2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4000块 这个活动是需要登陆他限量2万名的名额 接着如果说你今天是新货的话呢 绑定Apple Pay就可以直接在额外想要5%的现金回馈加码 在5%的回馈总活动期间一样是上限200元 所以说可以消费到4000块 只是他这个新货加码是不需要登陆也没有名额限制的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兆凤银行的新货的话 或许可以参考看这次活动 只是兆凤银行新货条件是稍微比较难一点的 就是你此时都没有申办过兆凤银行的信用卡才能算是他的新货 如果说你也是新货又有抢到名额的话 绑定Apple Pay消费就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了 接着只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台湾银行数位账户的公告啦 目前是到今年的12月31号 台湾银行数位账户的活存基本上都是属于机动的 所以只要有升息都会受到影响 这次一样受到升息的影响 已经在10万块以内可以想要1.575%的活出利率 这次升息是升息半码也就是0.125% 所以他活出利率也从原本的1.4%上升到1.575% 台湾银行数位账户基本上算是反应升息最快的一个数位账户了 因为他的计算方式就是订除1年的机动利率再加上0.36% 他是5千元起息并且半年复息一次 每个月可以想要跨转33次以及跨提5次的免售续费优惠 台湾银行数位账户也是0条件你们看 而且他的活出利率会随着升息不断的往上提升 所以如果未来还有升息的话台湾银行数位账户其实会很快就反应了 如果说你之前本来就会观望台湾银行数位账户 我个人认为是可以把它申办下来的哦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富邦J卡在下半年的回馈公告 目前是从今年的7月1号到12月31号 这次富邦J卡在国内消费的%基本上没有做太大的调整 你现在一般消费可以想要2%的LinePoint回馈 但是他现在已经不属于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了 其中加码1%每个月的回馈上下是5000点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50万 接着如果说你今天是绑定LinePay消费的话 新户可以想要3.5%的旧户 则可以想要3%的LinePoint回馈 旧户加码2%以及新户加码2.5%每个月的回馈上下 一样是5000点 所以如果说你是新户的话可以消费到20万 这旧户只是可以消费到25万 上面所提到一般消费以及绑定LinePay所想要的回馈加码 通通都是合并计算的 而这加码回馈也改成次月底才会回馈给你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富邦J卡的调整对于小资助来讲 其实没有太大的影响 除非你今天是刷卡大户或许就要考虑换其他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了 但是富邦J卡在海外消费的部分回馈则是有所上升的 你今天在日本以及韩国消费可以想要3.88%的回馈无上限 日本加码的0.88%以及韩国加码的2.88%回馈是属于美季回馈 所以时间会稍微比较长一些 但是它有一个限制就是你今天必须在日本以及韩国的实体店家消费才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所以如果说之后真的解封的话呢 我觉得这张信用卡在日本以及韩国是一张非常不错的信用卡推荐哦 但是如果说你本来就想要找一张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的话 我这边推荐几张给大家参考 首先第一张就是联邦赖典卡目前的公告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符合条件国内可以想要2%国外可以想要3%的LINE POINT回馈无上限 它的条件就是你今天绑定联邦银行自动扣交 联邦赖典卡在目前的信用卡公告里面 算是在2022下半年唯一一张2%以上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了 所以如果说你在寻找一张非常无脑而且刷卡不需要顾忌的话 联邦赖典卡会是一个蛮不错的好选择 而如果说你也是新户透过联邦申办 你在合卡30天内累积消费达到1万块以上的话呢 就可以想要1000元的加热福利券 除此之外如果说你在合卡30天内累积消费达到888的话呢 则可以在额外获得300点的LINE POINT 所以最高呢可以想要1300元的回馈哦 接着第二张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 国泰Cube卡目前就告到今年的9月30号 你今天利用这张信用卡的三种方案 在他的指定通路上面消费可以想要3%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他的方案总共有三个分别是玩数为 像是指定网购啊影音平台游戏平台等等 第一个方案则是乐想购 包含了指定国内百货 或者是外送平台全球餐饮 以及呢国内药装啊或者是指定服饰 第三个方案则是去旅行 包含了指定轿车啊租车 还有呢全球饭店啊全球住宿 以及呢定房网站等等 他的方案每天可以切换一种进行选择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很常在这些指定通路上面消费的话 或许这张信用卡也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新货的话 透过零件审办最高可以在额外拿到800点的小数点回馈哦 基本上在下半年你要2%以上 而且又是回馈无上限的信用卡 其实没有到非常多张 当然如果说你想要非常无脑的话 其实还是属于联邦类联卡是最无脑的哦 富榜J卡这次的调整对于一般人来讲 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他的上限其实也算是蛮高的 那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女人对于这次调整的看法是什么 今天影片要跟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 不要再帮我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一张张才不会错 每次上线影片 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 都欢迎Follow Instagram和赞赞粉丝 也可以教会有人帮助我创造更多 精美优良朋友的心理 我们下期再见了 白布 其实目前的信用卡数位账户 公告下来好像多多少少都有所调整啊 至于数位账户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基本上都不太可能会调降趴数 因为现在都已经升息了 在调降趴数好像真的说不太过去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最多就是调整范围 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数位账户啊 存网仪也会受到升息的影响 而提升他们的趴数 所以如果说现在还有哪一家数位账户 在调降他们的趴数的话 就真的我觉得就真的比较偏可惜一点点的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我个人认为应该不会有数位账户有做这个决定 那目前还有几个还没公告 就是包含了联邦NuNuBank 还有呢上海商业CloudBank 还有还有其实还有蛮多家都还没公告 那当然大家不用担心 下半年我一定会帮大家整理好 以及呢我会跟大家分享 我到底会怎么做搭配啊 不管是在数位账户 或者是不管是在信用卡的部分 我会用怎样的组合 如果说你之后还是不知道要怎么选定卡片的话呢 也可以参考看看我自己组的卡组 所以呢 如果说不想错过任何一支影片的话 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